Lisa,剛才我在中環走過來的時候 經過中心法院和高等法院 還看到兩個地方在星期日 受到破壞和縱火的痕跡 唉,縱火這麼危險的行為 是嚴重的刑事罪行 一經定罪,可以被判終身監禁 其實在法院外面縱火 還會嚴重損害香港法治之都的良好聲譽 沒錯,法治和自由是香港重要的核心價值 你知不知,香港過去五年 舉行了超過五萬次的公眾集會和遊行 即是平均每日有27次不同規模的公眾活動 這些數字反映 香港市民完全享有和平集會、遊行和示威的自由 是呀,所以我們真的要好好珍惜這些自由 和尊重市民過正常生活的權利 下集繼續,看真點 知道點